我們接著來第11個話題吧 那個塔羅貓換你了 第11個話題就是你們覺得 在那個冰過來之前 冰系的前景 順便要聊冰神其實我覺得也可以耶 聊冰神 冰系的前景還有冰神怎麼樣 我嗎 對你怎麼看冰系前景 還有冰神 聊冰神我就不聊了 我沒有那個這個我沒有這個這個 這麼遠的設想 對不不不 因為有個很重要的事情是 我覺得一個版本的推測最基礎的點是 你要對這個版本的設計思路有所想有所理解 但是至少5.0 我們現在看到了 調香師基尼奇馬拉尼的角色設計思路 你還能稍微窺探一點他的想法 但是6.0你不知道他會有什麼想法 甚至于你都不知道他的想法會不會 因為5.0這個版本的走向而發生一些改變 所以說但是回歸到冰系這個元素上來講呢 我始終會覺得冰系這個元素一直以來都有那麼一點天高成本 就是他不太像是一個低成本的玩家去玩的 當然了當年的甘雨和林華可能另說吧 但是甘雨算是蹭上了溫迪的大車 林華嘛 林華我更多的傾向於就是他想要做一個 對 而且就說他想要做一個版本大C 然後正好林華這個角色可能人氣也比較高啊 再加上他正好就碰上了 但是整體來講 尤其是深刻的出現其實就推高了這件事情 就是冰系已經不可能像一個低層本的方向發展了 對啊 他再加上萊歐斯利 這個他老人家也表現很差 冰系一直以來我覺得老米有點沒想清楚自己的設計思路 就實際上整個元神這兩年我覺得他就沒有想清楚自己的設計思路 就元神一直以來都面臨著這個問題 就是我稍微扯遠一點點 就是元神這兩年遇到的幾乎所有的問題本質上都是一個問題 就是他沒有目標 他沒有想好自己的目標 他沒有想好自己要面對的群體是誰 他沒有想好自己的用户基礎是誰 所以他不知道自己該往哪個方向去做 所以說他就是東一狼頭西一棒槌 他什麼事情都在做 當然了他跟一些我覺得一些內部的意識形態有關係 你說的這一點其實從我們早期的那個迪盧克 哇那個重疾號可以減免體力啊 還有那個什麼比奧娜突破加冰山啊 就可以看得出哇早期他們策劃真的是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相對成熟的一個思路 是的 就是他們策劃其實我始終認為就是我為什麼其實 雖然我在講那邊我真的非常非常討厭納塔的畫風 但是我個人對於娜塔的強度還是有那麼一些期待的 其本質原因就是因為我終於看到老米願意去大刀闊斧的做 對強度做改動的一個至少是一個前置條件吧 但是就是說他具體能他敢做到哪一步我不敢保證 但是我始終認為原神前面四個版本的強度 之所以始終存在一些問題就是因為他永遠在為前面的錯誤在買單 就是他1.0的時候他角色設計的就像你說的 他那些角色你很多時候我說句難聽一點 那個角色就是不知所予你不知道他到底想幹嘛 尤其是比如說你們回看一下奇和七七的命座 那個命座簡直就是在搞笑 包括阿貝多老師的那個百分之十七的增傷 就這個百分之十七的數字你都不知道他是通過什麼樣精密的計算算出來的 2.0的時候其實就有這個你說 就你接著你剛剛講的就像還講那個莫娜 就是一開始很多東西沒有考慮很清楚這個東西 像莫娜他的那個命座你往上看他 策劃是把它設計成主席的 還有阿貝多的命座也很奇妙 是的 老米他一開始其實也沒有想清楚他自己的強度要做一個什麼樣子的 就是一個預期嘛 然後再加上早期的時候 原神因為他用戶基數特別的多 然後他心入坑的玩家在持續的增加 所以說他不能膨脹 因為你如果不膨脹的話 就相當於是老角色和新角色都有人抽 就是比如說 你現在比如說你們為什麼原神敢膨脹了 很簡單的原因 因為老角色沒有人抽 有的都有了 沒有的也不會抽了的 新玩家太少了 而且老玩家他老角色他沒有向上的命座了 像胡桃啊甘雨啊肖啊 包括那個誰 他們都一樣的就是他們的命座就卡在一加一左右 零加一一加一就到頭了 對他沒有辦法再往上去提升了 所以說他這樣子他當年的那個時候 他就是慢膨脹慢膨脹慢膨脹 然後他到了3.0的時候 事實上我覺得3.0之所以草系草神會走出這樣一個昏招 就是說他一個人鎖死整個草體系的反應 並且把草反應的頻率直接和傷害掛勾 他之所以會走出這樣子的一個昏招 其本質原因就是因為在3.0的時候 原神的盤子還非常的大 所以你如果草系可以直接兩路的話 就說如果這個世界上存在不止一個草神 或者說並不是所有的草反應都需要草神的話 那深淵的光景就是說兩路草神 兩路草體系 那你的老體系就沒有人抽了 因為老體系的傷害可能沒有那麼高 他的性價比沒有那麼高 最關鍵的問題他的培養速度慢很多 你我們回想一下吧 1.020那些體系 對吧 你至少刷深淵 你至少刷深淵刷個兩個兩個月吧 嗯 你一路一個星期把深淵打完了 對啊 所以說他為了這件事情 他為了不抱老體系的金幣 他不抱老體系下限的金幣 所以他必須只能讓一個草神鎖死整個草體系 就是說不管你是誰 不管你有多強 你都必須要帶娜希達 但我娜希達只有一個 所以我另一路還是可以走老體系 進入了4.0之後呢 老米其實有想過膨脹的 但是就像我們光哥剛剛說的 就這個慌忙的這個事情 他其實非常的幽默 我對慌忙的猜測就是 老米他其實本來想在慌忙那裡 做一個類似夜魂的機制 但是他最後想了想 他沒敢做 然後他在前瞻放了一句話 就說哎呀 大家不要擔心 然後慌忙不會影響深淵 怎麼怎麼樣 最後怎麼說呢 他做到了 他確實做到了慌忙 沒有影響深淵 但是 影響不多 他的強度體系也完蛋了 對 幾乎幾乎沒有影響 就影響不多吧 但是就算是我 算是他打 達到了他的願景吧 但是他的強度也完蛋了 就是他永遠在為前面的事情去買單的 所以說 我個人傾向於5.0之後 老米是願意去 重做他的強度體系的 那他重做強度體系的第一步就是 他的夜魂機制 確實是搞小團體了 那搞了小團體至少 不帶你完了之後 那你也就別上場了 對吧 然後再加上他數值的新一輪膨脹 包括我跟其他的一些朋友聊天的時候 我從我們從遊戲內的 就是這種數值上的 這些設計上的東西 包括一些遊戲外的東西 綜合來看 我覺得老米5.0是想要做一波 真正以上的膨脹的 只不過讓我沒有想到 其實我在4.0的時候就有說過 我說老米他想要重新定義一個新的強度平台 但我當時的猜想是 他是連著4.0到5.0 他需要花兩年的時間去重新定義 但是很明顯4.0老米的改動不夠大 而且呢 他又有龍王這樣子的一個 怎麼說呢 可以载入史冊級別的錯誤了 對真的 對然後而且這個錯誤他還能犯兩次 他4.8居然還想把龍王改掉 哈哈 那個實在太好笑了 黑歷史超級黑歷史起不掉 龍王真的是黑歷史 原神沒有沒有考慮清楚 對啊 你要嘛就早點你要嘛就不要這樣 對對但是但是怎麼說呢 一些場外的因素來看的話 就是原神在那個時間點 他確實需要一個龍王 只是他讓自己陷入到在那個時間點 需要一個龍王的境地 我覺得是還是他自己的問題 但是呃 這個事情就不重要了 但重要的事情是 我舉個非常簡單的例子 就是龍王其實很影響現在馬拉尼的抽取 就我我跟你們講一個事情啊 就說如果沒有龍王這個角色 就納未來這個角色 從來沒有出現在原神裡面 嗯 就或者說他從來沒有出現在卡池裡面 嗯 馬拉尼這個角色一加零幾乎是 就是大家就可以玩了 就是你哪怕你不考慮 對大家的抽取意願會好很多 因為你的水系的前台主C 大家會發現說哦 我們水系的前台主C 從公子凌人一下子 就變成了馬拉尼 那大家是一個什麼樣的抽取意願 而現在是從納未來特別上的馬拉尼 你又是一個什麼樣的抽取意願 這兩個事情是完全不一樣的 就是在一個不完全的強度體系下 馬拉尼如果沒有龍王對標的話 他其實還是蠻能抽的 但現在有龍王對標了 那你就必須要考慮 第一你能不能操作闊水燃火 第二你至少得有個一命或者是二命 那所有的這些東西 其實本質上都是龍王帶來的結果 然後所有的這些東西 那5.0老米敢走成什麼樣子的 他走完了之後 他的兵系會變成什麼樣子的 所以說其實兵系本質上 我覺得他跟深賀的設計有問題 他那現在回頭去看 既然當年他犯了那麼多的設計事務 深賀的設計有沒有問題 其實我覺得也是有問題的 對 包括深賀這個角色本身 其實我覺得未來的兵系 我可以很明確的告訴各位一件事情 我覺得 雖然現在深賀還沒復刻 而且看起來我都不知道他會不會 有沒有可能他就乾脆不會復刻了 但是無論如何 會復刻 就是無論如何深賀在復刻的時候 我建議各位把他當成一個純粹的插批角色 因為深賀是我最喜歡的角色 所以說如果你真的喜歡這個角色 比如說你覺得他身材好 或者你覺得他長得好看 或者你覺得他劇情好 無論如何怎麼樣 你都可以抽 你願意拿零的也好 你願意像我一樣喜歡的角色補滿也好 沒有問題 但是不要再把他當成一個有強度的角色了 嗯 就是第一神里靈華是已經被淘汰掉了的角色 因為第一是因為環境的問題 就其實跟冰封場 冰封足矩常駐有一定的關係 但核心問題還是因為 勇動這個玩法本身 其實就是有問題的 因為原神的戰鬥是一種交互機制的 戰鬥他不像星血 他不是回合制的 就是你打怪怪打你 這是一個正常的邏輯 至少原神是一個正常的邏輯 但勇動不是的 勇動是你打怪但怪不能打你 他其實違背了原神的基礎戰鬥邏輯的 所以冰系這個元素 他為什麼始終很尷尬的原因 就在於我認為老米他沒有想清楚 冰系應該要怎麼樣去做 就是冰系 我們可以回想一下冰系的相關反應 擴散結晶咱們不管了 剩下有什麼超導射系的 超導射系的是物理 物理這個屬性被爛掉了 因為隱藏 基本上是被拋棄 是的 然後融化 而且它是什麼 它是1.5倍的融化 然後 勇動 就凍結 凍結反應 當然還有一個額外的其實就是碎冰 但碎冰這個東西也蠻幽默的 因為第一碎冰它 它相當於是需要凍碎 它本身對你的頻率就有要求 其次 碎冰本身就是個物理傷害 它相當於也被歸到了物理那邊的 就一起歸進垃圾桶裡了 所以說我們現在只剩下兩件事情了 一個是凍結 一個是融化 而融化是個1.5倍的融化 1.5倍的融化就面臨一個問題了 就是 第一 有一個跟你完全倍率相同的火系的1.5倍的蒸發 對吧 它們兩個的倍率是一樣的 對 火系1.5倍的蒸發和冰系1.5倍的融化 它們兩個是一樣的倍率 但問題就是 原神的設計是高頻火和高頻火前台 高頻火水後台 它是一個自洽的邏輯 那你現在要怎麼辦 難道你現在要再做一個高頻的兵前台 高頻的火候台嗎 那你不就是完全一樣只是換了個元素嗎 那有什麼意義呢 沒有意義了 所以說 它本身就相當於是面臨了一個同類向 但是人家同類向就相當於它有一個靜體 但靜體做得更好 對吧 那你兵系在這個角度下本來就很吃力了 而且你相當於你還需要剛需一個火候台 你又沒有人能給你做一火台 除了相領 那你能做的是什麼呢 那就只能做永動了 但永動這個反應 它不太符合原神的戰鬥邏輯 就是 而且 永動這個反應它 始終存在問題 就是 你如果 一會動一會不動 那你本質上就相當於 你沒有在利用動這件事情 你相當於只是在打一個唇傷 因為你比如說你動一秒 然後歇五秒 然後再動一秒 再歇五秒 那這一秒不一秒的有什麼意義嗎 有個很簡單的例子 就是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實戰裡面 忠敵的大招真的具有很高的戰鬥價值嗎 沒有 忠敵那個大招的實話呀 幾乎是沒有戰鬥價值的 對不對 忠敵的大招實話 本質上就相當於是一會兒動 然後大部分的時間不動 所以說就是永動這個 玩法它本質上就把自己 踢到了死角 就說我必須要一直動 但是 我就不能一直動 因為一直動怪不能還手 那你 那你這個聲音不是在打靶嗎 那你一直在打靶這個事情 你相當於是在作弊了呀 對吧 而且永動超級怕大怪 然後大怪就動不起來 對啊 你動不起來你就沒有傷害 而且 神力靈華 我說實話 深賀其實 我認為老米在設計深賀的時候 他其實沒有往後想太遠 因為整個3.0也沒有BnC 然後 神力靈華是2.0的角色 深賀其實應該力向力的蠻早的 是我 我傾向於認為那個時間點 萊歐斯利其實可能都沒有一個非常清晰的模組 所以在那個時間點 各位可以理解 深賀不僅僅只是一個兵拐 它可以理解為是一個神力靈華的專拐 因為你們真的去看一下技能模組 去了解它的機制的話 我認為深賀和萊歐斯利的 關係其實沒有很緊密 只不過是因為兵器也沒有其他的拐了 所以說你湊雙兵的時候 你正常來打的話 深賀還是最好用的那一個 但是萊歐斯利很多時候 他其實都可以不用戴深賀的 甚至是滿命萊歐斯利自己身邊比深賀大 所以說深賀他就是一個神力靈華的專管 他已經被跟著一起 而且他數值也不夠了 數值給的非常少 閒暈數值都把它給爆 然後他的機制上也有各種各樣的問題 然後他又卡的非常的死 他那個羽毛的數量很少 然後滿命又只限制平A和重機的無限 他的EQ還是不限制 所以說兵器的前景裡面一定沒有深賀 但他未來會整成什麼樣子呢 他會不會像低成本的方式去走呢 我個人會比較傾向於兵器的未來 會有點類似於現在的草系 就是他打一個自有似無的反應 就是我有在打反應 但是這個反應 他不直接跟我的傷害掛鉤 但他能夠為我增傷 就跟龍王的被動啊 什麼納維亞的結晶 其實類似的這種情況 我覺得兵器未來也許會向著這個方向發展 但他一定是要 就是兵器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他一定要做 就是他一定要向著低成本去做轉化 因為你如果不轉化的話 難道說你整個智東的兵器全是高成本嗎 那你賺誰的錢去呢 對吧 所以說 就是這樣 我的猜想大概是這樣 嗯 兵器的前景 欸那假設哪 欸隊長是兵器的嗎 對啊 欸兵隊長喔 欸隊長我不知道欸 隊長雖然不知道隊長近不近 但是隊長好像看起來像兵器 而且現在那個恰斯卡不是是兵器嗎 就那個妹妹 那個長得挺好看的 貓子跟克里德一樣的那個 那個女生好像說是兵器 那個紫色的妹妹 對對對 很可愛 超可愛的 是不是有可能是四星嗎 有人說是四星 我不知道 我是希望是五星 四星的話 那兵器的前景又真的是 我希望五星 有點不妙了 恰斯卡是瘋嗎 喔恰斯卡是瘋就行 恰斯卡是瘋就行 大罪卡是誰啊 有點忘了 就是那個紫色的妹妹啊 喔那個那個 他是兵吧 欸 我不知道 那個妹妹到現在沒有吵清楚 永遠有人跟我說是兵 也永遠有人跟我說是瘋 手搓兵箭喔 手搓兵箭喔 是PV嗎 我有點忘記了 欸那 隊長就是 隊長 隊長跟火神打起來 那這就是兵火五重天的是吧 對對對 兵與火之爭 欸那你要不要順便講一下 如果假設兵 兵神 你簡單猜測一下 既然都聊這麼多兵了 簡單聊一下 簡單猜一下 哈哈 剛剛都猜火神了 你要Cue一下 你是Cue吳德斌嗎 以現有的版本來簡單猜一下 現有的線索 搞不好 哇 兩年過後 預言刀 刀了 要不直接 要不直接隊長 隊長直接自動進劍卡池 然後兵神 直接成為他的專拐 我超無敵的 我覺得隊長一定 因為我真的覺得隊長好帥啊 他一定會進卡池 我覺得隊長好帥啊 我覺得隊長好帥啊 就我覺得老米的工作人 老米的工作人 要是有點腦子的話 就算他當初不想讓隊長進卡池 現在也該讓隊長進卡池了 我說實話 輿論眾都會進吧 除了那個已經燒成灰的以外 還有我覺得市長不會 他真的好帥啊 攻擊應該不會 攻擊那個長相 我覺得就不會 就我覺得整個前瞻裡面 給我最感觸最深的就是隊長 真的好帥 而且他那個深幽 哇操 帥 真的太帥了 日配兩種日配的深幽 好那 雷頓 你還沒有講冰神嗎 冰神 你簡單猜一下 冰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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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之星全都給冰神 那魚人都給他了 對對對 我覺得 既然從開伏 就已經開始在埋下伏筆 我覺得他一定要超級強 對我在想 冰神會不會有一種超強的技能 冰神直接切換神之星吧 切換神之星 哇操 你直接說 切換神之星 這會不會太作弊了 我覺得應該不至於啊 應該就還是冰了 應該不會應該不會 對對對 那冰神他搞不好會下一個超大的暴風雪 可是我一想到這個啊 甘雨不就有了嗎 可是我想他應該要比甘雨還要強勁 你說 他可以隨身暴風雪 我覺得倒是你要是說暴風雪 隨身暴風雪 對對對 隨身暴風雪 因為我們講到冰啊 不要講原神 我們通常對冰的想像 比如說 文化故事有雪女嗎 但是雪女就是 對他印象就是一個白雪 暗雪而來 對下雪下暴風雪 那冰之神 感覺尤其是 就是在魚人中的PV那邊 那個外圍不就是那個下著暴風雪嗎 就是凍結 感覺就是可能帶著暴風雪的女人吧 然後搞不好他可以 就是用超強勁的冰 被他那個冰用到的敵人 就直接就算沒有水元素也會凍結起來 這應該沒有那麼離譜啊 我這應該沒那麼誇張 反正就是一個超強勁 應該有一個特殊的凍結吧 就像鍾離 鍾離有一個特殊的石化 那個石化是 其他角色完全沒有的 是一個獨一擋的一個特殊的技能 特殊的反應 算反應嗎 好像特殊的狀態 那搞不好冰神會有一個特殊的冰狀態 把怪物直接動成冰 這種怪物居然是裸陀龍王 這種大體積的怪物 也免受不了 反正就是給他強制的凍結起來 對然後 我其實覺得 我看到一個彈幕的猜測蠻好玩的 如果他可以讓怪物的攻擊動作減緩的話 雖然實戰不一定完全有用 但是會很好玩 確實 因為現在我們角色被纜上逼 就是速度會減慢15% 好像是15% 對啊 怪也應該減 對對對 就算沒有辦法把怪物 就算沒有把他凍結起來 可能就是給他讓他動作變成非常的緩慢 時間拉慢慢 慢個50%或30% 反正就動得非常的慢 還挺有趣的 這是我的猜想 至於我剛才也有想說打碎冰反應 因為現在原神都沒有針對這個角 這個反應做什麼特別的文章 菲米尼那個算不算 那個好像也不太算 算吧 菲米尼算碎冰誰 但是沒用 他是個四星 他四星碎冰就不明顯 所以說可能就是隨身的爆風穴 然後會有一個特殊的冰狀態 這是我的猜想 然後可是冰史萊姆又有一個冰 也有一個盾 跟艷史萊姆一樣有盾 所以我來想他會不會也有一個特殊的盾 然後那個特殊的盾 不是說像中壘那種盾 而是一種特殊的暴風雪 在角色的周圍身邊 然後怪物靠近 就會直接被上那個 使速度緩慢下來的一個冰狀態 特殊的冰狀態 這是我的隨便的妄想 腦內的大洞 這是我猜想 那個貓師傅你怎麼想 冰系的問題是從開始就一直延續至今 而且俏話不打算解決的一個問題 首先冰系雙兵共鳴 雙兵共鳴最蠢的一點 就是雙兵共鳴嚴格的規定了 冰系只有在打出凍結反的時候才能吃到雙兵共鳴 而在冰系進行融化法的時候相當雙兵共鳴相當於屁股沒有 而冰系早期的角色又是直接以倍率高倍率而著稱的 就是說白了 冰系的角色天生就是吃著反應虧膜 然後拿到了高倍率 嗯 然後這種高倍率呢 會隨著時間 然後優勢逐漸的就相當於就被稀釋 或者就優勢就相當越來越少 然後策劃一看就冰系這兩角色 倍率太低了 然後就加了一深刻 相當於增加了一種外值倍率 這個外值倍率 對這個外值倍率是可以管一段時間的 也就是說在設計深刻的時候 其實冰系已經貸款拿到了未來 它的未來的一個管 就雖然你深刻不應該出在 現在應該出在未來 但是冰系貸款拿到了 貸款 然後又伴隨著時間的推進 這個貸款的 也不夠用了 不保值 也就相當於冰系 相當於幹了什麼呢 冰系貸款 貸款拿到了一個滿足於 滿足現在的管 嗯 能給 能點出這個觀點 一個最直接的結論 就是萊歐 按理來說 萊歐應該完全的脫離深刻的 完全脫離深刻的局際 就是深刻進萊歐的隊 基本上就是屬於那種可進可不進的 實際情況是只有 對 現在的情況是只有萊歐在打融化反 之後 深刻 可能說是屬於那種可抽可不抽 但是一旦萊歐說我要玩純兵 我要打凍結玩純兵 或者就是單純的萊歐萬中 我就打純兵 那這個深刻他逃不開 也就是說深刻 嗯 你說 沒有我剛剛就突然想到就是你說的嘛 我有想到會不會 因為B系他還蠻特別的 有一個特殊的待遇就是 他吃B系是目前唯一一個有一個五星的拐啊 因為你看那個雷系九條是四星 那岩系的話 那個狗狗 他叫什麼 那隻狗狗 五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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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四星 然後另一個風系的法律三是四星 就唯獨兵 兵他有一個五星 所以我就想會不會所有的 以後接下來所有的兵出兵角都繞不開深刻 我在想會不會有可能 剛剛觀眾也有在提出這一點 我覺得可能他出了深刻 但是可能也壞也發生了一些問題或狀況 所以他後面出磚 等我把這個話說完吧 就是 策劃在射擊兵器的時候 從來就沒有考慮到兩個反樣的完美天空 嗯 他們在當年開頭做兵的時候只考慮了凍結 對 然後在後面出深刻的時候 又是根據深刻的上限 去定了就是根據深刻和角色的上限 去定了這個兵器反的上限 從而導致說 從而導致純兵那部分就算有了深刻 也很難被補強 就是我在射擊深刻的時候 我是按照上限去限制角色 當前角色的上限 去限制深刻的上限 而在當初開服的時候 我是根據凍結反的 去規定雙兵的收益 比如說射擊師在射擊兵器的時候 從來就沒有站在一個全局的角度 去考慮兵器 去考慮兵器在凍結反上的規模 就是還是那句話 如果有高質量的火候台 我為什麼不去打反應系數更高的2.0的水系蒸發呢 而且水打火 就可以輕鬆的實現 就是說去火再上水 再擴散這個行為 因為就現在來說 任何的增突反量 只要追求上限 依舊繞不開萬葉 那冰和火和萬葉的相性 就是非常差的 就是最差的冰和火 萬葉冰和火就是破冰燃火 是萬葉最難達成的一個反應 因為冰想把那火打掉 是非常難的 也就意味著 你如果想實現第二次破冰燃火 你要浪費大量的冰去消火 同樣的情況下 那水打火甚至都比冰打火有更有優勢 嗯 而我們思路轉化嘛 那如果說我放棄萬葉體系 我就類似於那個 胡葉 胡葉行中 我單純的去用冰打火 就是全程冰打火 我不考慮減燙 或者是萬葉增傷的收益 他們確實也在做了 他們做了什麼 做了一個燃柔體系 燃柔體系是什麼 燃柔體系是用兩個 幾乎沒有任何傷害的格子 提供了原本相鄰一個人的火 但是優點優勢是什麼 優勢是相當於兩個角色都是一起動 就相當於是說 讓兵器變成一個前後台的角色 就類似於現在萊歐加 點火工具人加調香師 你說這個隊能玩嗎 能玩 但是上線永遠比不過三拐一 甚至比不過三拐一的純兵 是兵器設計師在設計它的之後 從來就沒有考慮到這個屬性可以打兩個 就是一股腦的說我要設計出一個角色 那這個角色只能幹這個 別的事情他能做到做不到 那跟我沒什麼關係 就所有的設計師包括 包括就是所有的設計方面 都在刻意迴避兵器的問題 全部都在 都在那個迴避兵的問題 也就是說 兵器所抱的問題從來都沒有被解決 永遠是拖拖拖拖拖拖拖到現在 也有可能拖到直東 也有可能拖到直東也不解決 所以我的觀念就是兵器沒有未來 什麼時候設計師把這個兵器的反應的理念搞清楚了再說 就兵器到底要走什麼樣的反應 兵傑要不要走策劃 兵傑在打BOSS又該怎麼解決問題 然後那個燃熔還有三拐翼的融化 怎麼和那個水打火去做競爭 就相當於兵器在所有的反應上 都是最規模的那一種 都是反應的規模 純色他也規模 之前兵器本來就是有反應規模的 之前數值優勢能說明問題 現在沒有數值優勢 你現在你本身就佔了一個最拉 最拉胯的元素反應 然後你還沒有數值優勢 就是這種 如果策劃不解決的話 那後續就很簡單 就是讓兵器繼續在保留 現在的這種非常垃圾的反應 然後我就給他把數值提高就行了 有道理 兵器解決問題就是數值解決就行 兵器的反應從始至終就沒有優化了 一直就是最垃圾的那一檔 那你覺得兵神怎麼設計啊 還是我說的 除非他做出類似於類似於基尼奇這種的 卡兵器的相關反應 當個程序完全和傷害脫離開 要不就是類似於把那個崩鐵那邊的離神系統 比如完蛋離神系統又要凍結 那是不是你要設計一個強行示威凍結 就是當怪物凍結不了的時候 當這個buff存在的時候強行示威怪物凍結 然後凍結結束之後造成一個固定傷害 不可以 只要說白了兵器引入一個完全崭新的機制 它的反應就是一潭死水 它只能靠數值去解決問題 嗯 確實喔 冰神無視抗死祝福凍結 那最後那個阿羅貓你怎麼想呢 嗨 嗨 來到幻想時間 我剛剛就突然想啊 火神會不會是增加健康 然後冰神可能 因為我剛剛抽那個冰神的卡 因為反正那都很久了嘛 我就來抽一下 然後我發現 出現的是一個很穩固的感覺 什麼冰神的卡 就是那個牌的 我抽牌要看冰神 冰神是什麼樣子 他給冰神抽的卡羅牌 對 因為反正是做夢嘛 做幻想嘛 所以我就抽了一張 卡羅牌會工作的嗎 對對對 在這方面他是最專業的 不是 然後不是啦 不是 就是這個 這個我剛剛就想說 反正就是 在幻想嘛 我就再抽個卡來輔助一下 然後我抽了兩張卡 都是跟穩固有關 所以剛剛夢幻阿光說 可能他是有冰盾啊 或是他可以 可以就是讓對方 就是真的是有截動延緩的感覺 確實是有可能是這樣 然後一定是很漂亮的一個冰之女皇的法師 我自己想啦 我自己想啦 冰戲都很漂亮 每個都超美的 然後 所以我就在想 火會不會是減抗啊 因為現在不小心 好像有沒有減抗 或者是 對然後並有可能 對阿 東裡減抗是怕看嗎 東裡 雖然那是背後 後面強行加上去 對阿 後面被罵上來的 那我覺得他 那應該還是有讓人家燃起來的感覺 我覺得火神 冰戲的話可能會在暴擊包傷那邊去加 對 雙兵共鳴就有一個加雙 加那個 對對對 就是那個在整個提升 然後還有在對抗 就是讓他們延緩 或是有一個讓他們解凍的效果 這樣子 反正就是做夢嘛 大家一起來夢 雙爆拐 其實很期待那個冰之女皇 明年了明年就來了明年 只是你們很 欸那個阿光你太詭異了吧 我們火神都還不用確定是 什麼你就在聊冰 沒有就剛好說 上冰跟火是可以一起聊 蛤 你說 你就在開始聊冰 然後害我突然趕快去想說冰會是怎樣 原本沒有在想到 剛剛在聊火神的時候 在猜想火神的腦洞嘛 然後下一個問題就是兵器 然後 要腦洞大家都在腦洞 所以我就會 像比如說 剛剛不是說有些是沒有辦法解凍或什麼 那會不會冰女神就有點像那個流影有沒有 你沒有弱點我就給你上火弱點 那冰呢 你沒有那個我就給你上冰弱點 就是他的出現可以讓 讓怎樣的什麼條件下 是可以讓他們就解凍然後打小 直接讓武士 有意思嗎 好啦就是亂猜啦 亂猜 這個話題有沒有要補充的 這個冰系前景 因為冰系真的在 應該說 在3.0之前是真的很強 在3.0之前 因為 上年深淵被莫甘溫還有神賀萬星長期霸榜 在深淵 但是自從草系登場之後 哇就 暗淡之驚 都沒什麼氣色 對 所以說真的 冰系的前景 我覺得可能看隊長吧 隊長還有那個 那個新的 新的五星的叫什麼 我都記得他的印象叫小鷹 但他名字沒有鷹 就那個納塔的那個 有一個 陰系的角色 女的 除了隊長以外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女的叫什麼 我找一下 納塔的 納塔的名字都好難記喔 嗯 啊 卡奇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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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是卡奇納嗎 卡奇納是 炎羅利啊 啊 沒有特別去記納塔的巧色完了 反正 我覺得就看納塔 希特拉利 希特拉利 啊 反正就看納塔這兩個冰角 怎麼發展啊 但我覺得真正的崛起 可能正是要看隊長 因為隊長他 畢竟貴為羽人眾嘛 一定一定不弱啊 我覺得一定不弱 看仆人的表現就知道他絕對不弱了 對 而且又是可以跟火神這樣子劇情一種單挑的感覺 我覺得他如果是冰的話 我覺得他不會弱 對 好 那就前期就看這個隊長 對還有明年的賓果 OK 那這個話題就聊到周末